郑爽哭谈张瀚的扎恋情 郑爽妈抱真正分手原因郑爽和张瀚的最新消息 曾经被誉为娱乐圈金童玉女的张瀚郑爽 在分手后各自拥有新欢 男方与混血美女鼓励骂炸谈的热烈 女方与歌手胡言宾爱的痴情 但提起两人的感情 还是不免为分手原因打了个问号 张瀚郑爽为什么分手呢 下面四拍响编就来郑爽张瀚分手原因始末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瀚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从电视去一起来看流星雨 开拍 张瀚郑爽互生情愫 一开始被路人及媒体 频频拍到吃饭 逛街画面 其间郑爽贴心帮张瀚整理衣着 更情不自禁摸电拥抱 二人在各种宣传及节目中的亲密表现 一让汉爽恋留言四起 可被媒体追问时 二人总以好朋友谈塞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瀚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2010年8月14日快乐大本影如实记录二人 扑塞而甜蜜的状态 汉爽全场目光交产 十二十指紧扣 备合 紧打去 他们已经不关心我们怎样了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世界 在外拍VCR中 张瀚按导演要求 半夜打电话给郑爽 家人生病了 可能需要捐骨髓 你能不能第二天早上去医院查下骨髓 电话那头 郑爽立即说了一个字 唐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瀚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两人事业的不对等发展令张瀚风陀日程 而郑爽却在一系列耍大牌传闻中日渐暗淡 于是江凯通 唐一新 等与张瀚合作过的女星 纷纷成为传闻中的第三者 相关人均未表态 2012年 精品购物指南事件令郑爽一度成为全国媒体把资 签好合同 租好棚的资深编辑接受不了 装画到一半突然消失 也不同意不拍的结果 将合同扫描上传微博 多家对郑爽职业道德不满的媒体 开始集体爆料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瀚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2013年3月 消失已久的郑爽出现在某活动 明显变化的五官令众人大过论不出来 不少网友痛心疾首 青春不在 贵圈又多了张大众脸 郑融怡云随后被当时经纪人胡山否认 解释为妆容问题 然而五个月后 初期古剑奇谈发布会 被问到眼角 嘴角是否跟以前不太一样 郑爽非常干脆回答 是 同时首度大众承认恋情 为扑朔三年的汉爽恋证明 他称张汉太帅 曾让自己没安全感 郑融就是正了 不想骗大家 更是想和张汉任认真真谈恋爱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汉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郑爽承认恋情一个月后 张汉也首度回应 呈现阶段无结婚计划 事先不知女友整容 但他和家人都不介意 承认恋情与整容令郑爽陷入舆认中心 原定的快难为神活动计划被取消 前经纪人虽识口否认 但有记者从其他途径得知 郑爽不是听话的艺人 因为一直被宠 加上星途很顺 所以比较任性 他决定做 那事和想说的话 别人怎么劝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 像上次接受采访 关于他和张汉的恋情以及整容的事 听说他是在完全没和公司商量的情况下说出来的 据说让张汉经纪人也非常恼火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汉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2014年一时 圈中已有汉爽分手消息流传 并直指小三世真选赚了唐一新 张汉自组工作室 从天语中独立 郑爽经纪人 亦从之前二人共用的 胡某换成成某 张汉三月参与活动 成与郑爽四个月没见面 二人都忙于拍戏 但花儿与少年热播期间 张汉并未必会与郑爽相关问题 在真心化环节中爆出郑爽是自己第五任女友 并希望婚礼在古罗马斗兽场办 邀请凯丽当正婚人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汉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汉爽恋正柳暗花明之时 五月二十六日 郑爽在新剧抓住彩虹的男人 探班只表示不会与张汉结婚 而张汉第一时间微博宣布 无论关系如何 时至今日我仍爱小仙女一人 六月九日 郑爽在两场新剧发布会 军程焦点第二场在媒体追问下 他拿起话筒 以前大家都说我不拍吻戏 拥抱戏只跟张汉拍 我也以为我会很早跟他走进婚姻 可能是他没有准备好 但在这段感情中我努力了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变得越来越不自信 包括我去整容 我有很多负面情绪 对方也离我越来越远 分手 是我单方面承认的 正式宣告分手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汉 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资深爆料人无美时分析 汉爽恋终结原因时表示 三分之二在于性格不和 而炒作因素也占了三分之一 无美时与编导小能 对汉爽性格看法一致 张汉有偶像包袱 大男子主与严重 一方面不希望女人辛苦 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女孩 在事业上超过他 而郑爽年纪小 最初只想简简单单 嫁人当主妇的梦想 令他几乎荒废事业 坊间盛传他为了和张汉在一起 推掉公所心域 先还猪域全民母鸡等好机会 失去事业上升空间 但其实他是很有事业心的 会被一个环节的台本 没有出色发挥而较真 甚至改戏 加戏 姑子里上进心还是很强 年纪稍大一点后 认识到事业重要性 突然醒悟也不是没可能 小能评价说 点击下一页继续查看张汉 郑爽分手原因详细内容 而自身于据爱案认为 年初已传二人分手 为何此时才公布 最近两人话题度都很高 分手在两个发布会上下集讲出来 焦点全是郑爽 最后还留有那么大的回转余地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不受控于 经纪公司那么简单 又策划的痕迹 爱案认为 郑爽宣布分手后 迅速接受某网媒访问 且前一天他的鸡排电台 叶张汉还送花篮 两人应该是通过气的 团队应该都很清楚 爱案直言 这次很有可能是逼张汉表态 采访中把张汉说得很好 留了很大余地 这是逼婚的节奏 另一次深圈内人士 老姓亦赞同爱案观点 好像开了会 做了功课 知道应该表达什么东西 一是我不自信 二是我很爱他 三是他也很好 四是不回避整容 有可能正爽为爱情 不要名利的形象是真的 但这次也难逃 小女孩借功气撒娇任性 要男朋友轰的嫌疑 分享 在相关日读 吴欣回应演技差 受到的嘲讽一定要靠努力 还回去网 亦娱乐6月15日报道 近日 由黄磊主演的深夜食堂开播 但是吴欣的演技 遭到网友疯狂吐槽 一度被送上热搜榜 6月14日晚 吴欣通过微博对演技差 做出回应 称 人生很多的瞬间 你都是要牢牢记住的 当然 受到的嘲讽 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 还回去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那我会深深感激 今天网络上发生的一切 忽略各种理 有何借口 抓住自己的不足 并更加的努力 晚安林一伦结婚 22周年 晒全家福 网友 儿子帅过霸王 亦娱乐6月15日报道 6月15日 正知林一伦与爱妻 西华结婚 22周年纪念日 林一伦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组由视觉艺术家陈曼草刀拍摄的民国复古风全家福 将中国传统元素与当代时尚相结合 打造出细腻的平衡之美 照片中 林一伦霍与妻子以民国时区挖幅亮相 一个戴圆框怀旧眼镜手拿报纸 一个手持团扇笑语盈盈 公笔画一般 的照片满是书香稚气 霍青青演绎精英家族 一个身着迪挺西服 一个身穿带有蕾色元素的长裙 摩登范围十足 这两个英俊逼人的大男孩 除了时刻陪伴在父母身边 还是出了捏尖沙 令不少网友大赶这一家幸福指数爆棚 甚至还调侃林一伦儿子现在都帅国老爸了 林爸要加油阿吴欣回应演技差 受到的嘲讽一定要抗武力 还回去网 一娱乐6月15日报道 近日 由黄磊主演的深夜食堂开播 但是吴欣的演技遭到网友疯狂吐槽 一度被送上热搜榜 6月14日晚 吴欣通过微博对演技差 做出回应 称 人生很多的瞬间 你都是要牢牢记住的 当然 受到的嘲讽 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还回去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那我会深深感激 今天网络上发生的一切 忽略各种理 有何借口 抓住自己的不足 并更加的努力 晚安林一伦结婚 22周年晒全家福 网友 儿子帅过霸王 一娱乐6月15日报道 6月15日 正知林一伦与爱妻 西华结婚 22周年纪念日 林一伦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组由视觉艺术家陈曼草刀拍摄的民国复古风全家福 将中国传统元素与当代时尚相结合 打造出细腻的平衡之美 照片中 林一伦霍与妻子以民国时期挖幅亮相 一个戴圆框怀旧眼镜手拿报纸 一个手持团扇笑语盈盈 工笔画一般 的照片满是书香稚气 霍青琴演绎精英家族 一个身着笔挺西服 一个身穿带有蕾色元素的长裙 摩登范围十足 这两个英俊逼人的大男孩 除了时刻陪伴在父母身边 还是出了捏尖沙 令不少网友大赶这一家幸福指数爆棚 甚至还挑侃林一伦儿子 现在都帅国老爸了 林爸要加油啊 吴欣回应演技差 受到的嘲讽一定要抗武力 还回去网 亦娱乐6月15日报道 近日 由黄磊主演的深夜食堂开播 但是吴欣的演技遭到网友疯狂吐槽 一度被送上热搜榜 6月14日晚 吴欣通过微博对演技差做出回应 称 人生很多的瞬间你都是要牢牢记住的 当然 受到的嘲讽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还回去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那我会深深感激今天网络上发生的一切 忽略各种理 有何借口 抓住自己的不足并更加的努力 晚安 对方的评论 通过我不认讽 opin热楼的 再见 不认讽 你 感谢观看